杰尼赛斯一个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的豪华品牌 Shitting Break 列装车 一个更加多人没有听说过的名词 两者融合在一起 会是更加冷门呢 还是负负得正 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一台 杰尼赛斯 G70 Shitting Break 翻译过来是列装车的意思 是以前19世纪末欧洲贵族打猎专用的马车 后来被引用为旅行车 或者是家常的先辈汽车 是豪华的代名词 那这台杰尼赛斯 G70列装版 就是旅行车的类别了 当我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我脑海就飘出两个词 豪华 优雅 你看这个大翅膀车标 以前它是平面设计的 现在它改为了立体花纹 净显它的气派 下面这个倒三角大中网 像这种材质 在阳光下或是灯光下的照耀下 就会像星星一样闪耀 而它后面旁边两个就是 双眼皮分体式大灯 这不妥妥的一个韩国帅气欧巴吗 来到车车 我看到它的一个车身线条 从前端一路蔓延到尾灯 进行它的一个运动的感官 那除了车身线条 更能感受到这款车的运动熟性的 就是它这个米其林PS轮胎了 它里面还采用到一个自活塞卡钳 它虽然写的是杰尼赛斯 但是它原厂是Bringbro的 而且它整个轮毂呢 都是比较简约大气 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它的两组轮胎是前载后宽的 但前轮胎的一个宽度是225 后轮胎的宽度是245 所以能看出来这款车 它着重于它的操控性 那来到车尾啊 作为一个列装车 它最有灵魂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车尾了 首先它的车尾是溜背式车尾 并且上面还有一个 一整块很大的咬流板 所以说整车的设计是比较有层次感的 而且它的尾灯还很有意思哦 做到了上下分体和左右分体 连穿到它的尾门上面 并且的话 它下面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排气口 所以说能看出来 设计师对这一款车的每一个细节 都有进行设计 那你们觉得就这个车尾 就这个车尾 你们给多少分 像它的后供窗呢 是有一整块玻璃组成的 那它的后备箱开关键呢 就是在这个雨刮器上面了 这是跟保时捡吧 看是同款设计了 千倍式的电动尾箱呢 整个使用起来就是很方便 而且呢 它的容量空间是足够用的 现在这个基本容量是达465升 如果我说 我想把它变得更大 怎么操作呢 一键放倒家门 你看 来到这边 一下子它的空间就延伸到1500升了 而且呢 它右边一侧呢 还有一个12伏的接电口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这种千倍式的尾箱啊 我们如果想要露营照明的话 这个电量是足够用的 所以说我能看出来 就是整车的实用性是特别的高 那它一旅行车当中呢 动力是并不差的 采用的是2.0T发动机 配备8档手机一体变速箱 持有245匹马力 扭矩353牛米 给驾驶者提供了 舒适 运动 运动家 三种驾驶模式 来问一下屏幕前的你们 你们觉得一台豪华旅行车 应该是怎么样子 是不是得好开 还得有面子 那这一台杰尼赛斯G70 列装版就足够豪华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怎么样 那当我坐到车内的时候呢 我能感受到 它的座椅是比较压低动心的 这样子能提升到我们的驾驶体验 而且的话 我车子还没有发动 它的抬头显示就已经出现了 并且的话 它整车用料是真的不赖 你看 这种门把手的皮质软包 还有这个NAPA座椅 都形容了这个 菱形格子的设计 像车前呢 方向盘处啊 有一些红色的缝合线做点缀 空调出风口 按键处 这种金属的按键 都能感受到这台车一些很精致的地方 中控屏不要看得小小的 像我们倒车影像 听音乐 它功能一个的也不会给你落下 来到我们的副驾驶的话 它有个很贴心的设计了 平时你的爱人睡着的时候 你不想吵醒它 又想给它一个舒适的座椅 我旁边有一个一键按键 就能调和到它想要的一个角度 是不是很贴心 所以说我能感受到这款车 给到我们用户的 一个是豪华 优雅 贴心 便捷 是十分到位的 那我坐到后排呢 一看就知道主权位不是在这里了 但是先给大家做一个空间展示 我的膝前与前座位 两拳有余 然后头顶空间的话 还是能塞下一拳的 两个人坐的话也还行 三个人的话 几几也还可以 但是如果中间没有人坐的话 它有一个功能 我手箱 再往下拉 直接贯穿整个尾箱 有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带上我们的小猫小狗 就可以把它们毛茸茸的脑袋伸出来了 是不是特别的暖心呢 话又说回来了 空间不够 颜值来臭 这车的颜值是真的可以 从配置 动力 设计 我能感受到这台杰尼赛斯G70列装车 给到一种由内到外的豪华 好看也不是特别的贵 如果你不想跟别人满大街装车的话 这一台绝对是很不错的选择 你觉得呢 不 Mes 大家肯定感受到这个词 等会 准备 噗 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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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这个词 女词 女词 是 不忍 不忍